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平安在外边一流小袍进来报道说 两位老公公来了 一个刘公公 一个薛公公已经驾到 西门庆是连忙灌带迎接 来到了大厅之上 把礼数都建立过之后 就请到卷棚内 彼此也是宽具善盖的蟒意 说白了就把外套摘了 古人文言文写的 反正也都是比较有意境 这上面设了两张交椅 就分别让这俩老公公坐下来 应伯爵宰下 这西门庆在边上开始陪坐 这薛内相就问 薛老太监就说 说这是何人呢 就问应伯爵是谁 这西门庆说 说去年老太监会过来的时候 乃是学生的固有应二哥 这薛内相就说 是不是能耍笑 逗别人乐的那火宝 应伯爵联盟 这个谦神说道 说老公公您还记得 就是在下 就是火宝 应伯爵是也 那应伯爵这说完之后 笑嘻嘻的 就是说彼此在这伺候着 也知道这个是了不起的主 能把他们逗乐呢 这将来这日子也好过 那话说过了没多大一会儿呢 这茶呀吃的 也就全都端上来了 只见这平安呢 走过来说道 说这府里啊 周爷差人拿个帖过来说 说今天呢 还有一席要来的迟些 叫老爹您这儿先坐着 这个不需要等他了 西门庆看了帖呢 瞅了一眼 想了一下 说行 我知道了 这薛内相呢 这马上 你看这个薛公公 这话比较多啊 这个刘公公 您是一直没吱声 这薛公公就说呀 说这个 西门大官人啊 这您今天办事 谁来迟的 西门庆说 说是周南轩那边啊 家里边因为还有事 所以说呢 就告诉我 不要等他了 只怕呢 他这个正习赶不上 迟后再过来 哎 薛内相 你想这个老人嘛 老人家啊 这个说话就比较要占到这个高度的位置 他就说人家不来 但是你想这个官位在吗 官位也在啊 那且说你给他留下位置啊 就要 既来说咱虚着他的席面就是了 说白了啥意思啊 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位置给人让出来啊 比如说我这一桌十个人 是吧 定格十个人 如果说政治级别呢 就是说啊 在这个四平以上的一桌 对吧 你把这个周啊 这个周先生这个位置呢 就给让出来啊 这其实是属于一种礼术 或者说是礼法 那咱其实通过西门啊 这个金平梅这部书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礼术和礼法 比如说这个我们可能在外边啊 会有吃饭啊 或者说有个橘子啊 什么的等等这些吧 但是你发现有一个人呢 可能说这个这一桌是啊 好像这个好多权贵啊 或者说等等这些吧 哪怕就是家里也不要紧 那这个家里人呢 可能有长辈哪一个来晚了一些 那我们下次在摆酒的时候 你记着 你把那位置要给人家留出来 而不要等人姗姗来吃之后 你发现哎呀 外边的这些人又开始又挪啊 又动啊 搞得这个长辈心里也不爽 对吗 因为我的姗姗来吃而周动了啊 这个折腾了大家 所以说这事也不好 对于大家来说呢 心里边也不爽 为什么 觉得就因为你一个人来吃了 我们所有人都要给你到地方 对吧 所以说啊 我们和西门庆也和这薛公公 咱就再学一招 下次如果我们安排别人吃饭的时候 记着如果有谁来晚了 或者说来迟了 我们可以把他位置给他须着 给他让着 这在理法上呢 完全没有问题啊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彼此都不会挑理啊 你想这后来的客人一看 哎呀 我这么受尊重是吧 这个对你未来都有好处的 小剧一直讲嘛 我们做人善待别人 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让别人善待自己 而是让别人少给自己挖坑啊 所以说做一个好人 重要的目的是啥 就是在自己的周边多修桥 而不是让自己做一个恶人 在周边多悔落啊 你搞得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记着别人也不会让你心情好的 好 那这个咱继续啊 提回正文 且说呢 赶着啊 这个交给大家一个薛公公嘛 交给大家一个礼仪之后啊 这个又继续开始谈话啊 老师 且说正赶上在这说话期间呢 这边又有人拿了两个帖进来 说两位秀才来了 那这两位秀才 你说西门庆府上找秀才干嘛 等会儿 各位就知道这俩秀才是谁了 而且很重要的 小剧认为呢 其实作为这些五官 或者说像西门庆这种 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人 他是非常需要找一些文人啊 或者说找一些这个有学识的人 在自己的身边 为什么 他结识文人 其实有很多的政治意义 比如说啊 这个好多人啊 这个咱举个例子啊 咱随便咱说一下三国 你就说三国当中 你发现这个什么人最看重文人 对吧 是东吴啊 这个东吴他最看重文人 为啥 就首先这个东吴 你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汉朝江山啊 你准备给他分割开 你在政治上叫啥 叫不正确 那你发现东吴啊 那些大文人实在是太多了 你这个不要吹牛 比如说诸葛亮多厉害多牛啊 咱就这个可以考证一下史料 就传说当年诸葛亮蛇战群儒的那个东吴 是吧 那东吴里那都是当时这个举世文明的大儒啊 这些大儒全都被孙权网络过去 就收留在我的东吴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文人是纯剑蛇枪 可以为自己拼得一份在政治上的立场和政治上的地位 你包括你知道这个啊 这刘备嘛 你自己捧着个皇叔的位子啊 所以说你要捧着一条政治正确 曹操就不用说了 是吧 邪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说你看拽文人是为啥 拽文人其实本质上讲 当然咱从大了讲 讲三国啊 就说这个孙权本质上是为了让自己显着政治上更正确 那西门庆为啥 西门庆其实言爱之意 也是为了让自己这么一个爆发户的身份 或者说啊 怎么讲一个土财主的身份 可以更加的名正言顺 或者说自己以后做的事呢 啊 包括发的这个书信等等这些吧 就是可以在政治上相对来说更加的正确一些啊 所以说这是很多啊 这个报复的人啊 或者说五官啊 他们经常所要采取的办法 那于是这西门庆请了几个文人啊 请了几个秀才 也就符合啊 这个合情合理了 对吧 好 那且说呢 这西门庆看了一眼帖 这一个呢 是泥鹏 啊 这泥鹏前文书咱说过啊 在那个谁家 在夏龙溪的家里 这夏龙溪嘛 啊 这个给自己儿子找一丝书老师 反正在家里边养一堂客啊 这个也非常的扭 这西门庆当时就很羡慕嘛 另一个呢 是这个叫做温碧谷 那这个西门庆系列知道 这温碧谷啊 一定就是这泥秀才 当时给自己推荐的 这个同窗好友过来了 那连忙呢 就这个出门迎接 咱且说一下 这温碧谷 这是必须的碧 古代的谷 但是各位不知道发明发现啊 他和一个字的这个一个词的谐音非常像啊 叫屁股 这温屁股啊 啥意思 那你知道 这个在这啊 小区 做一下这个巨透狗 这个温屁股啊 本质上 其实这哥们啊 在后来他也比较崇尚这个南风啊 或者说各种各样 这个男男之间 gay之间的事情啊 所以说作者当时给他起个名叫温碧谷 也是从这个谐音上来啊 多少啊 会有这些意思啊 最起码小剧读到这的时候啊 这个有一点联想 感觉应该是这样啊 好 那且说呢 这看到啊 这个 这西门庆对待文人嘛 就是也非常的礼让啊 于是也出门啊 去接了一下 一看呢 都是穿着衣襟进来啊 就是这个像修材一样嘛 这个书生 书生的打扮啊 那身进来 那看呢 这个他也不看倪修材 是吧 这个因为咋说 这尼修材见过吗 这个只是打眼瞧这温啊 温碧谷 这会还不叫温屁股啊 只瞧这温碧谷 说年纪呢 呃 这个也不到四十啊 三十六七岁啊 那么个样子 长得呢 是这个端庄质朴 然后多少呢 有点落腮糊 然后呢 这仪容是非常的牵养 举止 温公 所以先把外面人一瞅着 哎呀 这知书达理啊 这是一个好孩子啊 这个学习还不错 但是呢 就不知道内在怎么样 所以说西文庆也琢磨啊 一并送还了孔父子啊 和我们很多人 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一样 大学一毕业 东西全还回去了 或者说我们高中高考之后 反正考完了就完事了 之前东西全都记不住 这哥们也这样 叫江志君泽民的事业 及容身 险亲的心念 都撇在东洋大海 反正这个 就是反正这些文人 所搞的东西啊 其实拿着心里边 不太介怀嘛 心里边也没留下啥 叫何光浑俗 为其利欲是钱 随方逐远 不以廉耻为重 那这哥们儿 其实从这个内心啊 咱从讲 从叫道德上 其实已经沦丧了 非常的不好 天天呢 把这些 什么 现代话 八戎八尺 全都 抛洒出去 已经不在心间了 全撇到这个 东洋大海 那把什么呢 为利是图啊 把利啊 放到了第一位 之后呢 是恶其冠 薄其带 而眼低 庞若无人 论其阔 高其谈 而胸中 是实无一物 那这个胸无点磨嘛 大概就说这么个玩意 其实说你真办事呢 也不行 只不过面上装的 像个文走走的 是吧 这个 你看这个 好多啊 这个老先生啊 这个装的啊 很像回事 也不知道啊 真是啊 这个什么样子吧 反正这个东西 你最起码像不像啊 这个装模作样嘛 你最起码 装出一番样子啊 好 那且说呢 三年较暗 而小考上南 期望月跪之高攀 你说这哥们 你可能连个这个举人 你也考不上 所以说你还准备 再往上走 这我估计秀才是不是啊 可能勉强 也就是个秀才 叫广作闲环 群世无闷 且作言学之隐相 那说白了 真是没啥本事 天天呢 就在家里一窝啊 就是说 靠这边啊 介绍 那个介绍 就是说这哥们啊 有才情 有才华 到哪呢 做个堂啊 做个学问 其实呢 你糊弄西门庆这种人 还是糊弄得了的吗 那我觉得糊弄西门庆 这种大老粗啊 就是 小聚去 也应付得了啊 就是说 我这跟他吹说 我说我是文人 我估计他也能心 好 那这个咱开个玩笑啊 我们继续往后讲 且说呢 这西门庆啊 一看文人好 我这赶紧让到厅上啊 就开始叙礼 这俩人呢 来人家 你这虽然穷秀才穷秀才嘛 你也要拿些见面的小小礼物啊 这美人呢 就递了书帕啊 这个交给西门庆 就送做这个祝寿之礼 那彼此呢 把这礼物都交拜过了 之后就分宾祖而做 西门庆呢 就说 说久仰这温老先生的大才啊 那敢问您尊号 哎 为何 这温秀才说呀 说学生呢 见字叫做日心 号呢 叫做奎宣 哎 这西门庆说 说奎宣老先生 啊 您好 于是呢 这西门庆就又问啊 你看跟这个调查户口似的啊 这个好顿了解 说啊 您是贵祥啊 何经啊 哎 这个祥呢 就是一个广字头里边加一个山羊的羊啊 这个在古代呢 其实指的就是说 呃 什么 就是学校嘛 就是像现在说问啊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这个人说我清华的啊 那边然后再说 我是某某某这个啊 什么什么学校的啊 那这个就即便不一样嘛 你要一听清华的自然是这个啊 这个水准差别很大 何经呢 其实就问的说 这个 学的哪门 经学啊 史书啊 反正就是你学的哪门 学问吧 因为中国古代就是说各种东西 你比较专长啥 是四书五经啊 还是什么东西 这温宣他就回答道呢 说学生不才 辅学 背书 这辅学啊 辅学其实说白了是啊 就是有点像这个 属于这个国立的啊 重点的这个大学 就是现代话说 就是所谓的这个公立啊 公立大学 和这个私立大学就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 像啊 中国可能这种情况还比较少啊 在欧美呢 可能这种情况就比较多 他有这个私立的啊 这个大学 或者说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叫什么 类似于高中啊 等等这些 中国呢 本质上 你要再往前推速 推速这个初高中 或者说小学 他有很多非常牛的 这个价格非常不菲的 那种私立学校 当然同时也有这种啊 公立学校 当然啊 我们都知道嘛 那种非常好的公立学校 其实他也不太好 你还不如私立学校呢 私立学校 好歹我挣钱就能进 这公立学校这玩意儿 他给你各种要求啊 啥的 就说白了 啥要求最重要 就是人最重要 你没人你进不去嘛 所以说这个 这个有些时候啊 真的 我们也不要仇视财富 或者说怎么样 有的时候你看看钱 真的让每一个人 可以相对来说啊 就站到一个更公平的环境上 有时候拿人际背景 或者说拿这个人情处事啊 这个人背后的关系呢 其实往往我们更难揣测一个事该如何去办啊 拿一个既定的指标 比如说财富 那就十万块钱能上一年 那就十万嘛 我挣够了 我就能上 但是那个公立学校 其实咱怎么讲 你这个 你就拿十万 你也有可能上不了啊 好 这个题外话 咱不讲 继续说到 这温秀才说啊 说我学的这个学问呢 呃 一般啊 待会我学的是啥 学的是一经啊 这一项呢 是久仰您这个西门大官人的大名 但是我这个久久一直 就自己也不好意思过来拜见您嘛 但其实想来啊 仰慕您很久了 真的想到您堂上啊 这个混您一口饭吃 其实说吧 这是潜台词啊 但是咱不能讲 先说呢 因为之前呢 这个同窗啊 这倪桂岩呢 就跟这个跟我说了 啊 说西门大官人 您呢 是圣德啊 这个您特别好 所以呢 今天此次您过生日 我呢 这个啊 抖着个胆子 就过来也跟您道合一下 哎呀 西门庆说呀 说成蒙老先生您啊 您这个 还屈尊到我这来 我这还准备 哪天到您府上去拜一下呢 所以说您可千万别客气 我呀 我西门庆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五官 这水平呢 啊 这个也不咋地 这粗俗啊 不知文理 但是我现在有一啥问题呢 这往来书简是无人代笔啊 之前我到这个 你同僚的府上嘛 就遇到啊 这个桂岩老先生了 哎 到夏隆熙府上的时候 碰着这桂岩了 哎 那说到呢 当时就跟他说到了 说这个啊 这个让他啊 这个是不是能帮我找一个 啊 做堂的呀 或者说做管的 帮我做一个代笔 所以说我这边啊 正准备到您府上去拜教 这不想到呢 这个您赶上我过生日 这个时候您就过来了 所以说我西门庆 非常的感谢您 哎 各位听到这的时候 您会觉得好奇了 这不对啊 这应伯爵 之前不答应了吗 给他找一水先生啊 那干嘛 西门庆 还要出来找一个呢 这个啊 咱们推敲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 你也就想的明白了 咱举个例子啊 假设说谁啊 这个我说让谁帮我找工作 我没工作了啊 我假设我下岗了 那我让别人帮我找一工作 你说我是可一棵树这样掉死呢 还是多找几个人 说你们每个人啊 这个啊 你帮我找个工作啊 你帮我找个工作 谁先找着 谁先上嘛 对吧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就是说你多撒网 你把网撒上去呢 你这个面越大 收回来的这个余货的可能性 也就越多 那西门庆当时的做法呢 其实也就是这样 啊 这个就是 呃 我我把这个网撒上去了 你谁先来 我就先收谁嘛 而且咱说 这西门庆对应伯爵有几分 这个相信 就是包括你推荐的那个人 究竟好与坏 这西门庆心里也没底 但是咱讲啊 前文书这韩道国呢 就是应伯爵推荐的嘛 确实这个西门庆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所以说西门庆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从本质上 不仅符合一个商人的这个选择的方式 也符合我们就是传统讲中国人的这种为人处事方式 那且说后文故事如何呢 我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与支持 在片尾我也做个小广告 希望您如果觉得我这段子还好 帮忙宣传推广一下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作 最后一句老话 希望您有钱的捧个前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兄弟在这先谢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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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再见